我們有恐龍化射 昨天我看到,是幾年流的 這隻恐龍應該是鬼鬼祟祟的 不是粗龍那些,不會咬小蚊仔的 不是小蚊仔那些,不是星爺所說 赤洲首次發現恐龍化射 初步估計是屬於百惡幾時期的恐龍 即是超過現在大約一億年前 專家推算有機會是那些 釋腳類的恐龍,又或者鳥類的恐龍 另外樣本最快,今個星期五 就會在尖沙咀文物探資館 和大家公眾展出 首先說恐龍化射 換句話說,它不是剛剛公佈昨天發現 它發現了很久 初步找專家評估過肩額才再公佈 這段時間,我相信它是穩固的 如果即時找到舊 恐龍啊,但專家來了 不是吧,蜥蜴來的 這個是蜥蜴來的 這個是蜥蜴,樓房山衝到過來 那就糟糕了 現在的島,據說是尖沙咀島 一定要尖沙咀島 大家都知道了 香港島,整個島 島本身的結構有85%都是岩石造成 即是說,我們以前是一億四千多萬年前 有個超級火山 而超級火山爆發出來 熔岩再石化它之後 是有這個,花崗岩有35% 火山岩有50% 即是說,我們本身一幾年前的 香港島根本就很小 如果你在香港,我再看地圖 由那個死了超級火山的位置 以及現在發現恐龍發射的位置 本身是相近的 有專家曾經都說過 可能這個島本身的恐龍的遺跡 它未必是原生在那裡死的 是吹下來的 或者是本身是飄下來 而引致到它風化了 但是在這個來說 應該就是近原來會較為少 現在香港來說 因為有歷史都知道 火山和恐龍 恐龍是沒有天敵 它唯一一樣要避開的地方就是火山 時間的巨輪餓死了 對,餓死了 根據歷史來說 發現最多恐龍發射的地方就是中國 因為它是近上岸 香港是近海的 也是近火山口 變成了這個發射 是很罕見 也不會是多的 如果百岳紀推算 就像剛才說過 大約是一億四千多萬年前 它剛剛和朱羅紀和古近紀的中間 朱羅紀大家都聽過了 朱羅紀公園是那些時期 是一個地質年代計算的名稱 雖然不用管它 終於是在中間位 朱羅紀公園 再早一點 其實 托德哥所說 應該還有 它的島 它不是跟我們走上去的島 它那個島 很奇怪 尖尖地 你當它是山頂 套進去 山頂 旁邊很難容許 或者有些懸崖邊 比較難做檢查 陰謀論體 會不會有什麼 什麼 喂 那裡死了十二隻猴子 轉移視線 會不會有別的生氣 喂 有有有 那邊有百岳紀 恐龍發射 塞在褲袋裡 有個罐頭出來 有些喜事又 沒錯 好像以前我們一樣 代定一些戰狗 做事 每個人都變成恐龍 一窩窩恐龍 沒有人忘記 因為你不知道 現在它發現了一塊化石 其中一個部位 應該還有其他結構 還未找齊 有有有 我當它不知道是哪塊骨 它拍出來也不太清楚 它有一條線圈了 但也很難看到它是什麼 折骨 背脊骨還是骨 我想它也未必知道 對 只能推算 但為什麼它確認到這件事 因為原來香港發展局已經和中國科學館 古隻追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 在今天10月23日簽署 關於 關於深化地層古生物及史前時期為止 以領域交流與合作的框架協議 就是這次封鎖了這個島 不單有香港的考國家 也有國內的考國家 一起去發掘這些化石 希望能夠找得齊整 沒錯 但是也有專家推算 他說如果在那裡死 機會可能不是那麼大 有機會在別處死而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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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 但是有個問題 如果在那裡恐龍 為什麼恐龍不走過那些 在香港島那邊生船 去九龍那邊 在那個島有趣一點 西貢那邊多東西吃什麼 多魚 對上那邊就是 船灣淡海尺洲島 它就不在那裡生活 只不過死了 沒有衝衝骨 於是怎樣 堆積到海底 然後再火山 再衝上來 它就不在華南沿岸 它就不在那裡死 不在那裡死 不在那裡生活 只不過在不知道哪個位置 沒錯 如果說是這樣的 如果應該是正路 旁邊的島都有 所以最大嫌疑就是 十二隻猴子死了 怎麼測 不斷被人吵 你同一個位置 挖地會令到猴子死 真是很慘 這個很大 我們都說過兩天 他說就是他說 如果是這樣 可能玩大了 我們昨天才說十二隻猴子 豬猴代表猴 猴代表官 如果你這次恐龍 和龍龍 就代表什麼 會不會玩得大 厲害 還會更大 龍猴 你玩一隻龍 豬猴 不得了 特別一提 這個星期五 預計還沒落實 最快這個星期五 就是尖沙咀文物探資館 展出 大家有沒有去到 這個文物探資館比較冷悶 你們兩位未必知道 但是我絕對推介 小弟住在附近 他正正在九龍公園裡面 很多東西看的 你進到裡面 有很多那些香港 大家去過土瓜環站 有過少許展覽 有過少許展覽 有過那些 在當時啟特 還有宋王台站 沒錯 宋王台站 挖了很多文物 都放在那裡 文物探資館更加豐富 更加多這些東西 大家去看看 還有去到文物探資館 第一件事一定要做一件事 一定要摸一下鐵閘 他有鐵閘放在那裡 做永久放在那裡 什麼鐵閘呢 賴閘 不是 黃飛鴻那種 不是 是鐵閘 但很多年歷史都是 是什麼鐵閘呢 中環救匯豐銀行 那個正門鐵閘 就放在那裡 所以如果大家去看恐龍化石 阿通提示提醒你 摸一下鐵閘 包你有運行 我就摸過了 不過我都沒中 我就摸過了 還沒中藍彩 這畢竟是銀行 是否真的 通常這些東西 被人摸 會特別亮 是 在外國的銅像 某部份 是不敢被人摸 空部 下巴 腳 是很亮 這道鐵閘 哪裡被人摸 鐵閘剛剛的手位 是最亮的 是很大的 半大層樓這麼高 因為它高大 人們摸 旁邊有寫著 匯豐銀行總行 沒有一摸 包你發達 原本好像拆的時候 運走了 好像有個 我忘記一些細字 好像有個 有錢人買回來 這裡屬於香港 好像放在那裡 還是銀行大班捐出來 我忘記了 不過大家去到那裡看看 少許這個題外話 希望快點找多些恐龍發射 到時候有什麼 砌整個東西出來 正 到時候恐龍經濟 你明白嗎 要這麼做 這麼辛苦 砌整個恐龍出來 做個什麼 豬羅紀公園 去赤州 可以啊 救回海洋公園 放了這些 救回海洋公園 放恐龍 直接把猫 獅子老虎 放在那裡 直接是動植物 開放式 全天候的 豬羅紀 百惡紀公園 希望找多些化石 讓大家欣賞一下 看看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出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